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一键生成的logo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我们今天来讲Design 这个界面看起来跟某个工具好像呀 是的,没错,Design的前身就是Styler.ai 我们上次介绍过它的基本功能,以及风格转换的强项 今天来讲关于模型训练的部分 对,你没听错,除了我们之前讲的各种功能之外 它还可以训练自己的专属风格模型 点选风格这边,选择训练风格 这里有一个训练指南,我们先看一下有什么要求 影像风格一定要一致 图片解析度至少要512x512 建议要用3到10张的图片 回到这边,我们先为模型命名 上传10张图片,再按训练就可以咯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训练完的风格模型会出现在这里 生成的图片会如何呢? 今天就来揭晓结果 首先选择文字生成图片 选择风格 在我的风格,训练风格里 选择我们训练好的模型 填入提示词 设定风格强度 最后按生成就可以咯 出来的结果内容非常正常 风格也一致 再来一样的步骤 但是把内容变复杂 在提示词加入第二个不同角色 结果会出现两只乌龟 因为第二个角色并没有在我的训练资料里 再来提示词换成缩近龟壳 无法完成 因为我的训练资料里也是没有这样的图 再来改变它的情绪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因为我的训练资料里几乎都是开心的表情 没有激烈愤怒,嚎啕大哭的情绪 所以我们训练模型的资料必须要很多样化 后面才有机会生成比较多样化的结果 再来我的训练资料里都是同一只乌龟 如果叫它生成别的动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一样用文字生成,请它生成一只蝸牛看看 结果居然还不错耶 那如果是天上飞的小鸟呢? 我们这次用手绘稿来试试看 选择图生图的方式 上传手绘稿 选择风格 填入提示词 或按自动生成提示词 设定风格强度及结构强度 可以选择是否要颜色匹配 人物的话还可以选择脸部匹配 再按生成就可以了哦 有抓到结构跟颜色 再来如果是用文字或logo 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先测试第一个 选择左上角的画笔 在画布上自由发挥 然后选择图生图 剩下的步骤都一样 结果就是偶尔会出现一些惊喜 再来使用左上角的文字 输入文字 选择字形 调整大小 一样选择图生图 剩下的步骤都一样 结果还蛮不错的 比刚刚那个手写文字效果更好 有单纯的文字 也有加上图案的 它应该是有辨识到 turtle这个字 那如果换成不相干的文字呢 就只会抓取颜色风格 再来 我在其他工具 生成一系列的图片 风格完全不统一 能够透过这个功能统一吗? 有的还不错 有的还需要调整参数 多测试几次 跟我们上传的图片 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